主播张灵宇拥有精致外貌以及苗条身材 更凭借亲切的风格备受观众们的喜爱 他于去年11月生下宝贝儿子后 积极回归职场付出 也担任了医疗节目主持人 还不时在社群平台分享健康知识 日前他发文透露自己和朋友去理发时 看到对方伸手要抠脸上的痘痘 吓得他连忙阻止 张灵宇用双手比出一个三角形 框起了鼻子到嘴角 强调这个区块是死亡区 有非常多血管连接脑部 如果这里长了深层痘痘 却冒然聚集的话 伤口感染了细菌 可能会沿着血管进入颅内 严重的话甚至可能导致脑膜炎 他希望大家能多多留意 因为后果会很严重 并提醒众人重视痘痘警讯 改善作息饮食习惯才能自然好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